哈喽大家好 这是依悦 我在玩他的这个球球 依悦打招呼 依悦 还是让他自己玩吧 哈喽 我是依悦妈妈 渐渐渐渐的变凉了 给依悦买了一个保温杯 性能怎么样 来看看就知道了 最开始依悦喝的杯子是奶瓶的 耳朵水说要从压嘴杯开始过渡 可是压嘴杯 它那个杯口有点 有点大 如果水能量就有点大 然后容易被呛 喝过一次后 没有给他了 准备一个吸管的 水流也是比较大 会呛几次 不过现在他好多了 依悦现在喝水都是这个杯子 他很喜欢喝水比喝奶还好 在天气渐渐的变凉了 爸爸在网上看了一款 自己认为性能比较好的保温杯 当当当 就是这个男士的 还有一个小矿龙 他认为也比较可爱 长把柄好方便 一页手来拿 这个下面是软硅胶的 还可以取 防撞 这个软的 因为保温的如果摔了的话 这个地上它都保温性能 就不是很好了 打开 里面看到这个 一开吸管是软硅胶 停在这些 没有什么细小的零件 这样的话 那种零件掉了 怕被宝宝不死 给打开里面 看看 里面是食品集的钢料 都是304的 还有一个干涂剂 吸管 是硅胶 才可以取下来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清洗 这个杯容量是300毫升的 没有买太大的 小朋友喝的应该 他一天的量应该够 好了 我去装一下水 看看它的逆红性能是个很好 温度计时医院 买了测打一点温度 95的样子 现在是晚上8点钟了 第二天早上再来看它 好 真是个好素质 喔 太香了